我很高兴 我今天有我的學生 從台北不會 他們都是高雄人 感言感謝學生 跟競選團隊一路相挺 國民黨高雄市長候選人 柯智恩承認敗選 這次選舉投票率 百分之五十八點七二 柯智恩拿下五十二點九萬票 陳其邁七十六點四萬票 小英二十三點五萬票 比外界預估的近四十萬票 少很多 高雄的空氣 住法 高雄的廊 都可以更加拚 高雄的水真的不合理 柯智恩全都不會移開戶籍 柯智恩也不會搬離高雄 預約四年後再戰高雄市長 柯智恩感性說沒離開 對手陳其邁雖然連任成功 但二零一八年 敗選拿下七十四點二萬 這回勝選只多二點二萬票 贏得不漂亮 陳其邁沒有預期中的 海放柯智恩 承諾坐好坐滿再平四年 還傳出將代理黨主席職務 同樣跌破外界眼鏡的 還有屏東縣 抵達競選總部 民進黨屏東縣長候選人 周春敏 臉色好民眾完全笑不出來 因為開票結果 蘇清泉拿下二十點六萬票 周春敏二十一點七萬票 險勝一點一萬百分之二點五 綠道出資縣市差點翻盤變天 他說的有效票是三十八萬票 那他現在 又好像又改了 現在改成 現在要改成四十三萬一千八百四十票 我不曉得他們在搞什麼鬼 國民黨候選人蘇清泉 認為計票方式有問題 將找律師提告 民進黨地方選戰 並敗如山倒 南台灣原本鐵板一塊 卻贏得超難看 中央執政嚴重拖累地方選情 記者高雄屏東綜合報導 我是王一仲 新聞的產業帶給我滿滿的使命感 不論是貼近民生的議題 或是國際的話題 我都能夠精確真實傳達 最完整的資訊給各位觀眾 當然更多的新聞 請鎖定中視YouTube頻道 記得按讚訂閱分享 並開啟小鈴鐺喔